所以它這個面積的話 如果它希望值得很密 要不要半年的時間 可能要分三次 一次一次種 那其實它就像插秧一樣 一個毛朗一個毛朗種上去 那並不是說 每一個毛朗都會存活 而且我覺得最可怕的 不是時間的問題 是經費的問題 你知道實價你知道多少錢 因為我聽說 我們國內一個名整型醫師 找我當代言人 好 那不是很好嗎 那很好啊 就免費的那個可以試 他說我可以 就以後我有劉海了 所以你沒有講說多貴啊 對 所以我想請教他 他說他只幫我值... 他大概會分 就說我先幫你值部分的 可是部分的就半買半送這樣子 對 其實大概一株是300塊 一株 一株可以有幾個 就一根啦 一根頭髮才100塊 這個樣子的話 三千煩惱式的話 三千乘以多少錢 300 不只3千 他這樣不只3千根吧 3萬 3萬根 對 他要到10秒到3萬根啦 他就要鋪滿這一塊 大概要幾根 10萬 不好意思 1萬根嗎 1萬根應該也不用 好 所以如果是8千根的話 那300塊1根的話是... 沒有啦 沒有 大概2、30萬 2、30萬 2、30萬值得啊 可是要弄多久呢 就是他必須要等多久 一般我們第一次我們不會太大範圍的去植 那我們可以這樣東植一個西植一個東植一個 東植一個西植 我們可能是慢慢的... 可是醫生會不會他植完整個療程之後 變成只有中間一戳 然後其他也都是沒有東西 都死掉怎麼辦 死掉算錢嗎 所以其實術後的照顧跟護理 其實也都滿重要 所以你不保證是枕頭都會成功嗎 對 還有照顧跟護理上面 也很重要 他在植的過程中 能夠見別人嗎 能夠接工作嗎 其實可以耶 大概只有... 大概第一個禮拜的時候 會有一點點鬱青 鬱青 可是你植上去之後 比方說你只植了一排 他這樣出去跟人家見面的時候 不是只有一排嗎 這樣怎麼會浪漫 這樣怎麼會浪漫 一般我們植毛囊上去 是不會看得到的 它是慢慢再長出來 醫生 我聽說那個是非常痛耶 還說也是傳聞 其實都會打麻醉藥 其實都還好 那麻醉退了之後 會不會痛到不行 取頭皮的地方會比較痛 應該滿痛的嘛 你在那邊好像... 你在那邊十八千根 好像被人家砰八千 沒有 取頭皮聽說是好像取 要取在食指的寬度 然後那個皮要再縫起來對不對 對 沒錯 你說把皮皮撕下來 對 他等於是切頭皮 然後把皮皮再接起來 很恐怖 妳是說妳在他後腦勺 切一條有頭髮的頭皮下來 把它移到上面去 沒有 切一條有頭髮的頭皮下來之後 再把一根一根 一個一個毛囊取出來 然後再一個一個毛囊種下去 而且我們還要沿著那個髮線 他不會說他那個... 因為髮線有一個髮旋 那種下去的時候 你是要在他的頭頂挖洞嗎 對 就像擦秧 我們要... 就像擦秧一樣 我們要打一個洞 然後種一根頭髮 再打一個洞 再種一根頭髮 要施肥嗎 要要定期施肥 那如果我要吃 我要做有機的喔 好 他一次要在那邊做多久 大概三個小時 就可以了 一次至少 要看他的量 兩千根嗎 差不多 兩千根三個小時 對 那很快啊 所以斗哥你在控制什麼 你幹嘛不去弄 沒有 我的重點是 你們覺得我這樣很糟嗎 是 幹嘛 不是太柔啦 我跟你講 真的太柔啦 聽老實講 我還真的覺得這樣還滿好 滿有造型的 我覺得他... 那是你設定覺得好啊 不是... 他打一個馬子覺得你柔的 多喔 誰 不告訴你 你當初結婚的時候 頭髮少這件事情 有變成一個障礙嗎 因為從以前 慢慢頭髮越來越少 我就是這個樣子 另一半就是有講到說 你頭髮好小 這會激怒你嗎 不會耶 因為他跟我認識 到喜歡我跟我結婚的時候 就知道我是這個樣子啦 對 那我一直覺得以貌取人 這個東西真不太好啊 那你可以變成一個 調情的區域嗎 可以啊 摸很舒服啊 真的嗎 很舒服嗎 所以他親那邊摸那邊 也是算是浪漫是不是 我覺得滿好的 因為我很喜歡羊摸我 要接一個角色是 劇本說頭髮很多的話 那就要戴假髮 一般來講 目前比較少人 會希望我戴假髮演戲 因為許能看到來演過 一個潛水艇的艦長 他就是平頭啊 你不要這樣講啊 包括那個布魯斯威利 米克拉斯蠟 全部都是戴假髮 包括他們用蠟直接重頭髮 他們都比我海光的人 所以你覺得禿頭的戲份反而... 就是那個角色反而多是不是 我覺得因為我的外型 反而戲接得非常多 對 你們要舉例 就舉好萊塢的明星好了 因為台灣我們都... 不要講台灣人對不對 請問... 他演清朝的戲也很方便啊 是啊 前面都不用聽過 我阿哥或者說什麼像 張鐵琳他們啦 他們要刮前面的 我不用刮 然後運動的時候流汗 我就撥一撥就好 洗完澡擦一擦就好了 我也沒什麼太麻煩的意思 我們女生講到禿頭這個字 你們會覺得很不舒服嗎 剛開始會... 會 我不喜歡人家用禿頭講我 怎麼樣講比較禮貌 對 就是你頭髮很少 或那頭髮很少的人 那個頭髮很少的人 對 你頭髮你髮型好特別喔 那如果說光頭呢 光頭OK啦 光頭比禿頭好對不對 因為禿頭我覺得是 以大家的價值觀來講 可是光頭跟禿頭就不一樣啊 光頭是選擇的結果 而且光頭是全光 它明明就是... 它還有一半的 對啊... 所以請問你現在理髮的時候 是自己可以處理嗎 你要去理髮店裡 很難撿... 很難撿 你就買一個那種電動推刀剃刀 不一樣... 我跟你講 你如果全部推 它是全部平的對不對 它其實還是要有一個 照你的...像我桃圓形的 它要照你的頭型去理 所以你現在這個是有髮型是不是 照我的頭型撿 你這句話... 為什麼... 為什麼有嘲諷去... 我跟你講 頭髮越少呢 那個設計師撿越久 去髮型屋的時候 難道不會有一種 不好意思的感覺嗎 不會啊 因為你要怎麼跟他描述 你這次要的髮型是什麼 我就長一點或短一點 我做這兩個形容詞 所以你這個髮型要怎麼... 是怎麼得來的 現在這個 我會去找喔 像我搬家之後 固定剪我頭髮的人就會 就沒在那邊了嘛 我就得到另外一地方 再開發別的人 所以剪一兩次發現不好看 那找到好看我就固定 真的有嗎 真的有嗎 好啊 不是 因為你們那個 好像你都已經習慣了邏輯 你們不了解真正 剛開始凸得很厲害的時候 那時候的心情 他壓力是很大的 連做夢的時候 他都會弄那種壓力到 半夜睡不著覺 我不是一個晚上掉成這樣子 我也是經過好幾年面的事 那髮型師可以一邊幫你剪 一邊跟你聊你的頭髮嗎 他會啊 常常會推銷啊 聊什麼 有什麼洗髮精啊 什麼有幫助啊 聊什麼洗髮精 他說你這個會長頭髮 我們最近這個產品 他抹了會長頭髮 什麼精華液啊 可是那些洗頭的美眉 要給你洗多久啊 一下子... 所以他的按摩手法都還是... 他也要這樣抓嗎 也抓... 孟哥 我今天看不出來 你頭髮有什麼問題 你哪裡有凸呢 不是 因為我... 我曾經過 但是啊 我用心... 沒有...我是用心過 我們曾經有一陣子 燜鍋在錄的時候 每天帶 然後每天吹的時候 那個掉得一塌糊塗 那其實那時候 也自己壓力很大 在燜鍋也沒有掉頭髮 他們沒掉 那你就自己一個人掉 你壓力很大 那你就想辦法去做治療啊 所以你有曾經... 連偏方都用啊 你有曾經在廚房 把自己的頭插到過這個去嗎 有啊 那誰跟我講說 很有用耶 晃坡 他說 九孔 我跟你講 你頭髮掉了 你沒關係啊 我跟你講 給你一個偏方 你拿那個韭菜的那個頭有沒有 然後摘 韭菜頭 對 放在裡面 然後那個洋蔥的心放在裡面 然後再加上薑好幾斤 然後放進去 好像很辣耶 這個東西 三個大碗公的水 然後丟到那邊 然後煮 煮成一碗水的時候 正在一碗水的時候 然後把高粱倒進去 然後晃 然後點個... 然後用那個東西 然後把那個冰塊 然後呢 猛丟進去 因為熱水猛丟進去 然後它自接到裡面的那個 自然的藥物 然後呢 也會做個中和 然後冷熱當中的 你把頭整個插進去 這個很麻煩喔 有沒有看到沒有 好麻煩喔 三到五分鐘 三到五分鐘 我跟你講 你弄三到五分鐘 然後你這個不能丟掉喔 三到五分鐘 然後再等 然後你把這顆水 然後冰鎮 然後你把它洗乾淨 然後冰鎮 晚上那個再拿來 再弄一支 我根本就在整你了 女明星 調髮超恐怖 直髮拉皮 依憲哥 假如妳說女模特兒 其實調髮掉了很多 因為我們很多工作 都是要誇然啊這樣